书接上文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赵玉堂上赵仲和他们家来找二叔 跟伙计这儿正矫情着呢 赶赵仲和往外送朋友 伙计赶紧过来是吧 有人找您 谁啊 他说这您值得 赵仲和一听一愣 我值得 他说他叫赵玉堂 赵仲和一听那没错了 我值得是叫赵玉堂 四五岁的还上我们家来过一回呢 在哪呢 您看看 说着话 就走到大门那 这徒弟呢 当着外人的面 不敢高升 拿手偷偷 从赵玉堂这么一指 赵仲和 站在台阶上的往下一瞧 哟哟 这赵玉堂这不是要饭呢 可 这摸太惨了 这刚才这两句话 刚说这人是我值子 我送这几个朋友 让人听了去 这是我值子 这我好瞧着怎么着 冲着徒弟瞪眼 你这不是放屁吗 这回是我值子 我哪有值子 我有要饭的值子 送出这几位朋友也不敢乐 赵二爷 赶着我们再来看您来 哦不送不送 您留步留步 您有家务事 我没家务事 谁有家务事 这是要饭的 啊是是是 回家回家再回家 这几位走了 赵玉堂在旁边一看呢 也是 我这模样跟要饭的一样 我憋着跟他借钱 人在矮言下 怎得不低头啊 我别给他添恶心 等这几位走远了 赵玉堂往上走了这么一步 二叔 我真是堂儿 啊 你是谁 我是您的侄儿赵玉堂 您不认识我了吗 那赵仲和能认识吗 十八了 多得个子 哦 你是堂儿啊 哼 进来吧 说着话转身 可就进来 这徒弟一看 那八成 这位还真是我师父的侄子 哼 睡地 改睡地了 来不进来 我赵玉堂领下来 赵玉堂一看 这房子真酷啊 跟自己小时候来又不一样了 我这屋子 前竹廊的后竹杀啊 我二叔是发了 当镖头 每年挣不少钱呢 一直带到屋里来 也没坐 就往这儿一站 赵仲和大妈金刀坐着 你妈还活着呀 回二叔的话 我娘还活着 这个眼瞎了 怪不异的 我这寡妇嫂子 嘿嘿 还真够 真结的 我劝她改嫁 她就是不改嫁 早改嫁 何至于 烙的这部田地 不听我的 哎 赵玉堂 我等听说 你小时候想拍画的 给拍了去 赵玉堂心的话说 我不能跟他说呀 我跟他说 我跟着我师傅在云南茂山学了八年 他问我学生 我说我会跑 这不找他寒承我吗 啊是 我让人拍了去 我又跑回来 现在干嘛呢 我要饭 要饭 那你就不应该回来 回到这找我干什么呀 我找您 干什么 说 我 痛快点 找我干什么 赵玉堂 您没干活十八了 严门乞讨要饭 跟亲叔叔张嘴借钱 可说不出来 怎么 四五岁上挨娘子打呀 打小牢牢的脑子里 他有这个印象 一点都不能沾你二叔 要饭都得绕着你二叔的门口走啊 这是死命令 上山秦虎役 出口告人难 同志们 甭管跟谁借钱 手背一冲下 手心一冲上 这难了 张不开嘴 叫难以启齿 尴尬嘴半天 没说出来 给小伙子急得够呛 赵中和一翻眼皮 玉堂 是不是冲二叔我借钱呢 啊啊 啊 嘿 赵玉堂 你们娘俩安的什么心呢 想瞎的心了 四五岁上说我不告诉你了吗 回去告诉你娘 只当没我这么一二叔 我跟你爸爸一样 早就死了 我没你这门亲戚 你让拍花的拍走就应该死的外头 你就不应该活着 活着跑回来干嘛 丢赵家祖宗的人呢 你要了饭了 你找我来了 当了官了 发了财了 回来找二叔 那是给姓赵的露脸 臭要饭的 丢我们姓赵的人 告诉你赵玉堂 我现在是个有身份的人 我不愿意打你 要不然 我替你死去的爸爸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今话就跟你说的这 多跟你说一句话 废兔们伤了我的气 别这儿招我骂你了 不但 哎呦这处卷闹 赵玉堂哪听过这个呀 把赵玉堂骂的汗都下来了 赵玉堂心里他这么一翻个呀 二目带火 横着蹿过去 活生生把二叔给掐死 我跟你借俩钱怎么了 我这不是过不去了吗 你跟我爸爸一奶同胞亲手足啊 赵玉堂真急了 二叔 别叫我二叔 叫我二叔我现打不舍 我大嘴巴抽你 赵二爷 不瞒您说 我爸爸叫赵伯和 是你哥哥 您看在我死去 爸爸份上 我这难关不好度 您有 就给我两个 没有 您说一句没有 您也不必如此 辱骂于我呀 哈哈 我骂你两句还不成了 我还打你呢 说着话 这赵众和 说这椅子上可就站起来 往前这么一迈步 下意识的 这赵玉堂往后这么一退 这赵众和哼了这么一声 你扯你这个怂念 我打你 打你 脏了我的手 要钱没有 走走走 别来 跟轰狗一样往外轰 赵玉堂知道 这个人已经丧尽了天亮了 多说无意呀 磨破了嘴皮子 今天打算跟他借两钱 是借不出来 我也多云来 受此大辱 一转身 低头往外走 就听到身后 他骂骂咧咧 什么难听说什么 说书的就不给您笑了 赵玉堂说 赵二爷家出来 借债不成 反受一场大辱 跟妈说了 出来笨笨 得把钱拿回去 家也回不去了 怎么办 要弯呗 围着赵众和呀 他们家转了一圈 敢又转到这门口的时候 他猛然间这么一抬头 他看见门旁边钉的那盆上写着两个字 赵宅 我赵玉堂也姓赵 这是我们家呀 我爸爸一死 他把我们家俩轰出来了 几间小屋 我妈过了十八载呀 到现在连离不全都呕烂了 这么好的瓦房子 我没住过一天呢 凭什么呀 我想你欺负我们您儿俩 我没能耐你欺负我们您儿俩 现在我大了 我小了能耐 凭什么你还欺负我们您儿俩 对我让你把我唬住了 哪你就骂我一顿呢 我 我跟你拼了吧我 赵玉堂想的这 他称了歹义了 他要跟他二叔拼命 可他又一琢磨 我二叔有把食 我这八年没小过把食 他可不知道自己多的能耐 他就认为自己除了会跑会蹦 不会把食 我这进去要跟他一拼命 白白搭上一条命 我再闹不过他 不更寒碜吗 我妈也死了 我呀 我 我毁他吧 我怎么毁他 我给他们家点了得了 咱外边可就转上圈了 干嘛等天黑 赶一到天黑呀 别人都困了 他精神 为什么这跟他这几年练功练 他老师就刻意栽培他 就在这上下着工作 这天刚刚一擦盒 赵玉堂比别人可就精神 绕着赵仲和他们家 后头 一看这院前啊 一丈子左右 他轻轻这么一送身 蹭 整个这人身子 比这墙头高出多少去 没敢使多大劲 就跃上墙去了 别人上墙啊 都得先扒住墙 然后再甩身 甩腿往里 他们蹦 赵玉堂部 你直接蹭一下 上墙头了 站墙上 他也没干过这事 没经验 这月亮是刚升 这要月到中天 墙上站一人 挺长的月亮影 又是大雪地 您琢磨琢磨 谁看不见 他没有经验 他往这后前一站 他满脑子这会儿 把二叔家点了 干嘛 我得奔厨房 厨房有火 一般厨房都在后边 我转悠转悠 为什么 我上过学 我老师家那厨房 就在最后一间 我在老师家学习 就是帮老师家挑过水 帮老师家点过火 大概我二叔家也这样 我弄把柴 我前后一点 我出出气吧 他一滴撩蹭 就蹦下来 这后院还真没什么人 挺静 他来回一转悠 也没瞅见哪间是厨房 也没听见做饭的事 转吧 他前后这么一转 他这身形多快 这一大院子里不少人呢 他跟这些人 全都擦肩而过 要不从脑袋过去 谁也没听见 谁也没看见 就如入无人之境 前后院这么一走 说现在话 二十来分钟 那会儿呢 这么一炷香的功夫 他可就把二叔家 前前后后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屋舍房间 整个全都摸清了 他一琢磨 这会儿人太多 不得下手 我再忍忍吧 他找着厨房 我要先改善改善生活吧 我已经饿疯了 厨房有的是吃的 整馒头 整肉 整米饭 你说什么叫整米饭 在赵丽堂来说 能吃一顿 一碗的饭 那就叫整米饭了 吃吧 人家吃饭呢 拿这个饭的框菜 成这么一小碗饭 为多吃点菜 这碗饭下不去 赵丽堂不吃菜 这厨房也没有现成炒得的菜 有做得肉都不吃 就吃这馒头米饭 米饭就馒头 馒头就米饭 光光光这么一顿吃 好在这东西有的是 投了吃饭也显不出少来 赵丽堂吃了这么一半饱 一看有房坨 蹭一下低了腰上房坨了 房坨挺宽 他人又瘦 往这房坨上一躺 吃饱了食困 这睡劲还上来 了然还打个盹 他顺着云南跑回来 都没怎么睡觉 白天要饭 晚上跑 他没怎么正请睡觉 到哪儿也是 树叉堂一人 或者破庙残堂 找地方 他睡觉最多一钟腾 准行 跟这儿也是 了然的迷睡 再看外头 天已经全黑了 但是大月龙地 雪地特别亮 这个地方夜行人 要是常走的 真正有经验 这天就不出来了 这小偷 偷风 不偷月 偷雨 不偷雪 刮风天出来 为什么 外里有点动静 你认为是风刮的 你不履会儿 偷风不偷月 大月龙地 人身子影子挺长 容易暴露目标 偷雨不偷雪 外不下雨 做的什么案 什么脚印 全都破坏了 你都不用管 下雪不成 顺着脚印 就全跟上你了 所以做贼的规矩 偷风 不偷雨 偷雨 不偷雪 做贼 弯窟窿 全凭不滋手 照一堂不是贼 没干过 他这回吃饱了 也睡醒了 找二叔地形 已经勘察完了 直接 问他二叔那卧房 一看那二叔啊 在屋子里头 摆着酒 摆着菜 这菜 每盘都冻了 就是他已经 吹了半截了 酒呢 也喝了不少了 可这会儿没吃没喝 干嘛呢 他顺着个柜子里头啊 一包一包地往外拿东西 什么呢 银子 这赵仲和呀 有个毛病啊 喝酒喝美了啊 他得数数钱 这人是失心才黑 这钱啊 三天他要不见一面啊 他怕这钱跟他认生 他跟钱交朋友 每天对这银子 他说话 我小时候看过一动画片 阿芬提的故事 里边有个巴姨老爷 这赵仲和赵爷 就跟那巴姨老爷似的 他老跟你钱说话 有的时候数秦了 一天能数三回 他法复啊 就怕这钱掌翅膀 能飞了似的 这会儿这小酒喝得挺好 他又想你数钱了 他们家有一大玻璃灯 玻璃罩子灯 那这可是个新鲜东西 清朝末年 这玻璃罩子灯 可精贵 不是大富之家用不起 像赵仲和家里有钱 但也够不上 用这玻璃罩子灯 这是他给一个富商 保这么一趟标 富商除了该给的 这个标银之外 额外的酬谢赵仲和 送给赵二爷 这么一盏玻璃灯 所以他们家有这么一盏灯 每天心爱 他必然得擦拭一番 这玻璃灯擦得 赠光明亮 点着了之后 比一般的家里用的 那油灯可亮得多 这屋子里头啊 亮如波照 他们这钱柜打开 同所搁在一边 一包一包的银子往外搬 这赵二奶奶呢 就是赵一堂的二婶呢 一看看就躲开了 一边躲一边倒了去 你就是有病 你这绝症 你呀恨钱 你这病叫 恨钱症 明天你把这钱呢 都化了银子水 做银模子 弄个银壳子 把你给套进去 你背着这银子 满天走 满世界去 这样你就放心了 你说一天到晚 你老数你的银子 可有什么可数的呢 我瞅你数钱 我就腻呗 这赵仲和呀 一边搬银子 一边跟老婆呢 饭嚼酒 那我挣钱为什么呀 这 我不是为你吗 我不是为咱孩子吗 我不是为咱们这家吗 告诉你说 今儿我们家 我那死鬼大哥 就他那寡妇媳妇 愣没死 他现在眼瞎了 让拍花子拍走那倒霉孩子 又回来了 又 这赵伟堂没死 你这件事说的 找我借钱来了 嘿 你说的是我亲侄子 我能说什么呀 我怎么一发善心呢 我没借给他 你是人哪 哦 发善心你还没借给人家 那你要不发善心 你怎么着呢 老娘家家你也不懂 你们娘家人来 我是不借吗 这不也有理有外吗 有理有外 我们娘家人倒是里边人 你亲侄子你倒不借 哎 不借不借不借 我数钱你别跟那走乱 你躲开我这 我我独爱看 说的话拐着拐着 这赵二奶奶进里屋了 也不知真睡假睡 反正往那里边炕声一歪呀 不理他了 他这呢 把这银子包啊 可就给拆开 拆开也是这点啊 里边 有成定的元宝 也有散碎 他先数这元宝 整包的银子 哎呀 我没见了 我的好朋友 他把这包寄上 他这儿子雇数银子 赵玉堂在防泼之上 看他二人目出火 赵玉堂哪见过 承包的银子呀 你家里趁这么些钱 我跟你借点 你都不给 干脆 二师位 对不起你爷们 我呀 要自己拿 好 书接上文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赵玉堂 一夜之间来到了 二叔赵仲和的家 上了屋顶之后 顺后窗往屋里看 他这屋里特别亮 点着大玻璃罩子灯 他喝着酒数着钱 要不看这钱呢 赵玉堂还不动心 赵玉堂一看这么些银子 心里这伙更大 你这大包小包的 我就操这么给你算算 就你现在广搬出来这点东西 就有个几千两啊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个十两八两的 你自当是周济穷人 打发要饭的 你给我点也不算忙 怎么这么狠呢 你不不给我呢 我也不烧你们家了 干脆我自己拿点走吧 我等他啊 把这钱收起来 锁在柜子里头 吃完了喝完了 吹了灯睡了觉 我再拿可就费事了 他这不银子已经搬出来了 就在桌上摆着 这拿着多方便 我别的能耐没有啊 就这么近 我这一窜就到了 你还没回过门的 我就出来了 所以赵玉堂啊 他认为你有把势没用 他可就不怕他耳术了 但是明灯亮火的进气不太方便 他顺手啊 在他身子底下 就超级快瓦了 他拿准这瓦 照着这玻璃罩子灯 猛然间这么一甩手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么一下 打得这个准呢 这块瓦可就蹴在这玻璃罩子灯上 这一下 把这盏玻璃灯就打翻了 打了个粉粉碎 这屋子里的啪一下就黑了 可把赵仲和给吓坏了 玻璃灯子猛然间这么一碎 赵仲和反应还真不慢 紧跟着纵身形往后这么一蹬身子 他奔这东墙 怎么东墙上有家伙 他是保镖的打过 家里边 刀枪剑剂什么都有 他这东墙上挂着一口刀 赵仲和心里边一翻个 安娇一身不好 纵身形奔东墙 墙上一伸手 唰拉一下 赵仲和可就把刀给抄起来了 没敢往起掌身子 就在东墙根那一猫 一钻这口刀 他可就猫在这儿 他干嘛 他等着呀 房上下的人 甭问江湖上有人上我们家劫钱来 我江湖上的保镖的树敌太多 只不定今儿来这儿什么人呢 免不了有一场凶杀恶斗 我媳妇带屋呢 现在徒弟什么都没带跟前 就我一人啊 不敢声张 万一我中了敌人 调虎离山之际 我趴往外一出几人进来 把钱也拿走了 那媳妇也害了怎么办 他原地猫没动 一下这刀 蹲这可就不敢起来了 这功夫可大了 他招我这听 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听他媳妇说话 赵老 你干嘛呢 数银子眼花了吧 我怎么听夸他一下吧 灯菜了吧 赵仲和呢 没敢还言 不原意 还跟着蹲着 当家的 赵仲和 你在外屋的没有啊 赵仲和还不说话 他怕这贼在房上 他使劲拿耳朵听 外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媳妇 在里边待不住啊 拿着里边的灯 可就摸出来了 一打里外尖 这棉帘子 往外屋这么一照 一看外屋 挺黑 桌子上头 残羹剩菜银子包 地上 玻璃茬 瓦茬 再找自己男人 找不着了 哎呦 妈呀 赵老师你在哪 会吓我一跳 一看自己的爷们 钻刀瞪眼 在东腔根那儿 猫着呢 你干嘛呢 你怎么不原呀 赵仲和把刀 交到左手 猛然间站起来 把媳妇这盏灯也给吹了 他走到窗户这儿 往外照了照 他站这间屋呢 能看三面房的房坡 三面房的房坡 大月灵地儿 一片白挺亮 什么也看不见 赵仲和心神稳住了 不是寻仇的 是过路借钱的贼 一看我这正数银子 犯了财黑了 打碎我的琉璃灯 本想下来抢钱 一看我反应很快 抄刀在乌猫着 他不敢下来 这会儿怕已经去了多时了 朋友 要是短盘缠 可原一事 犯不上等三半天 赵某人 可是何字 他说的是江湖上的行话 何字就 我也是内行 你犯不上躲躲藏藏 真缺钱 我可以给你俩 这是江湖的 可要你敢露面下房 我到时候再伸手请你 赵仲和有把 是 他攥着这刀 说了这么两句话 一点回声都没有 他这心神更稳住了 把灯点上 他老婆 把引火之物摸着了 把灯点上 一看 这地上就是玻璃台 把地扫了 稀里哗啦 把地扫了 没往外倒 外面下的雪呢 把这条都破去 就往墙角这么一割 什么事 没事 没事 来了过路的江湖人 还要管吓人的 你可别吓我 没事没事 把刀锅挂上 他其实把刀也给他挂上 赵仲和伸手摸了摸酒壶 还有点温和劲 他抄起这酒壶来 给自己蒸了一皱 鸭眼睛 拿起筷子 一看这菜 都凉了 没什么可吃的 他干喝利口酒 把筷子又撂下了 这心神才算稳重 一撇嘴 过路的贼 本来想随着瓦下来 打我点什么 一看我呀 抄着刀在屋 等着他不敢下来 他不下来是他的便宜 下来我伸手就拿他 无名的鼠辈 不提也罢 原心睡觉 这晚饭可真不容易吃 吓着了我了 你赶紧把银子收起来 赵仲和 心里挺高兴 虚惊一场 他把这银子包 往回送 他这银子包 没等查完 这瓦就下来 他往回送的 有的他就没打包 哎 这码这 这码这 哎呦 他刚才喝酒吃菜 他没管这银子包 现在往那钱柜里 他们一送 他一看不对 少两包 而且少的是大包的 少了两个大包的银子包 哎呦 照一张 插一下 脸就变了 哎 我老婆子 你扫地里头 丑气银子包没有啊 亏了我没离开这屋 亏了那条的破解 你跟那对着呢 我说你是想钱想风了 那么大银子包 到地上会看不见吗 还有我扫我扫的洞吗 你自己再点一遍 我 我好像少了两包银子 是不是你没拿出来 没有 我有多少银子包 我能不知道吗 我都搬出来呢 还没来得及往回送呢 这口坏了 他老婆一看 大概是真丢了 连甩都赚了 哎呦 我张家的 照了啊 咱丢了钱 别嚷嚷 不嫌丢人啊 我是保镖的 打管家里丢的钱 能往外嚷嚷吗 小点事 不是那咱 咱那钱不能丢了呀 丢了多少 两个大包的 一包三百两个六百 两个银子没了 我跟你拼了 你不是不爱财吗 放屁你 他媳妇手还真快 抡圆给他一嘴巴 赵仲和谁都怕 最怕是媳妇 媳妇给一嘴巴 拿手一无聊 你就别闹了 我 我先抓贼要紧 找个回银子来 接着 接着你就甭想睡觉 是 东墙坑一伸手 啪啦把刀又抄起来了 一伸手 抄及五袋的 来到门口 拿这五袋把门往外推开了 一望两望外边没人 照着雪地 把这五袋往院子里 能光打 跟着这五袋 这身子蹭就蹿出去了 单刀护身 压到四面房子一看 一点动静都没有 赵仲和好功夫 店本宁腰蹭一下 提腰上房了 到房上 赵仲和可又乐了 怎么 这么厚的雪 你算跑不了了 这贼还是个厨贼 嫩贼 顺着脚印 我不把你给逮着 三面房 我都看得见 唯独我这间房 我看不见 甭问你在我这房坡上 他地里要求上正房了 脚踏房子 定睛一瞧 没错 就这 就在瓦笼当中 这样 挺深的一个身子印 就是刚才赵仲 趴那地方 握血握脚下这么厚 让他身子雾的这血全化了 明明显显的 一个人形跟着趴着 新了话说 小子 你的胆不小 也不怕凉啊 敢偷赵仲爷我的钱 我 这俩脚印是我的 怎么没脚印 光有一身的印 没看见脚印 他拿刀 在雪地里边杵了杵 底下是瓦 拿刀一划 是瓦片的事 没错 怎么没有脚印 他把刀抽住了 一看 刀成这印 这会儿就有两寸多了 这水印 这雪都是两三寸厚的雪 整齐划一 跟拿尺子凉得那么平 不可能啊 谁跟那儿趴着 他站起来 或是往我屋里蹦 或是往外跑 他就有脚印 怎么没有印 这下可把赵仲鹤吓坏 他顺着这房脊的中脊 围着自己家这么一转 挨屋这么一跑 他功夫可不错 您别看这么大的雪 房上的瓦这么滑 他跑得还真不满 低了这刀 围着自己房前房后 里外这么一跑 除了自己的脚印 一个没见到 赵仲鹤 窜在自己家院外头 到胡同大街一看 也没脚印 他那脑子大了 这是什么呀 什么人呢 要房上没有人身 都握着印 那是胡仙贤胜 明明房上 有一人趴着印 怎么会没有脚印呢 绕着自己家 前街大门 那儿邦邦一砸门 有听门的 把门打开 哎哟 师傅 一看老师 低了的刀 铁青的个俩 瞪着俩眼珠子 顺外边回来 您大门外不睡觉 您干嘛去了 别废话 关门 把门关上 把院人都叫起来 大家伙起来 听见什么动静没有 大家伙都睡着着的 什么动静都没有 走了 都睡觉去 别愿意 别愿意 他个子有多哄回他 垂头丧脑 低了个招 赵二爷回自己的屋 老婆在屋等着呢 怎么样 别说话 他门关上 没人呢 他老婆一听也傻了 这贼 没找着 不是他 没贼 没贼 钱都没了 他就说 你这 别让别让我去 这事儿你容我琢磨琢磨 三思三思 我明天再访一访 反正你就被钱找着 我知道 后半小镜 养给媳妇了 好容易天亮 赵仲赫 怀着鬼胎 疑神疑鬼 天大亮之后 又上房 房前房后一转 还都是自己 昨天夜里边 踩着那些脚印 怪了 这钱哪儿去了 钱哪儿去了 赵仲赫拿走了 赵仲赫还等他看着 随着瓦片 这身子可就下来了 就是 这屋里边一黑 玉堂已经到屋里头 敢赵仲赫 身子往东圈 窜这功夫 他随便 在桌上 抄了这么两包银子 他纵身行又出去了 赵仲赫 低了刀 往东墙根一蹲的时候 赵仲赫早上房走了 害得赵仲赫 在屋子里边 一神一鬼 耗了半宿 还等着贼下来 他哪儿 这都贼早走了 赵仲赫拿了两包银子 早在无人之处 把银子包拆开了 大概一属 五六百两 他找了一棵大树 飞身形上树 在树上 有废的鸟窝 鸟啊 冬天就走了 这个鸟窝里头没有鸟 得等春天的时候再回来 哎 正好我藏银子 他找了一个块 大块的 揣在怀里头 剩下的 全都藏在鸟窝里头 顺树上下来 大碗不啥呢 上哪去 哪也去不了了 回家吧 到家一看吧 哎呦 老太太吧 小缅熬得了周正 等着他呢 这周是凉的热 热的凉 一看孩子回来了 老太太 把这周勺 递给他 办了破砂锅钱 老太太 瞎着个眼 摸着炕上 我早吃完了 我睡了 照一趟眼泪下来了 妈呀 我在外边 吃了来的 您把这周喝了 老太太说 我喝过了 您没喝 我知道 您给我留着 您就热喝 老太太说 你真吃 我真吃 老太太 喝了两碗粥 睡了 照一趟 明儿一早 我就买去 我拿这银子 什么好吃 我买什么 天光大亮 拿着这钱 可就进了城了 干嘛 奔县城 县城里有卖好吃的 这一丁大银 换成散碎银两 这通买呀 照一趟 最后低了不动 顾小车吧 顾个小车 给退回来了 往屋里就搬 老太太一听 人挺多 乱乱操操的 唐二 阿娘 你干嘛去了 我买吃的去了 你都买什么了 买点米 买点面 我买了二百斤米 二百斤面 二百硬匹这 干匹这 湿匹这 也搁一百斤 我还买了点碳 买了点家乎事 盘子碗 锅 锅碗瓢瓢 菜刀案板 买了四捆葱 买了两辫子蒜 买了几块姜 山姜土姜 我还买了一新缸 新水缸 新水瓢 新水桶 新扁担 枣木的扁担 挺结实 老太太一听 呼 这么些东西 你怎么拿回来 我哪拿得回来 我雇的车 我雇了几辆小车 雇了几辆啊 三挂大车 老太太一听 这东西扯了 还有沙石灰 料在后边 我没买呢 老太太买 沙石灰料干嘛 盖房啊 咱家这房子 就这么住不成啊 老太太一听 出去一宿的工夫 上哪奔去了 奔回这么些东西来 哎呀 唐儿啊 你上屋来上屋来 娘我跟你有话说 外间屋东西堆不下 只能堆雪地里了 这帮人往屋抬东西 赵玉堂 进小礼屋 娘你有什么话呀 唐儿啊 夜之间 你哪来如此多的钱呢 你可听娘说 外边甭管 销了什么能力 可不能忘本 得销好啊 你爸爸当初 可是保镖的打管 到陆林道上 讲的是白道 是正人君子啊 不管干什么 挣钱养活 娘娘我高兴 你可记住了 不许偷人家 抢人家 就是为非 作选 书接上回 赵玉堂偷了二叔 赵仲和六百两银子 剩下的藏起来 一钉大银 真买不少东西 那一百两银子 那在过去来说 那就很了不起了 治个小家不算什么 是家里边用的东西 这一钉大银全办了 把这些东西 顺县城里 弄小车 拉回来 老太太一听 他买回这么些东西了 老太太可急了 你别是干了 为非作歹的事了吧 赵玉堂早把瞎话想好了 娘啊 我哪能为非作歹呀 我谋着差事 你谋着什么差事 我呀 谋了这么一个跑步的差事 老太太一听 能跑也能换上差事吗 我给洋人送信 跑邮差 洋人给的钱多 而且呢 先知想 我拿我的想 银买的 老太太 您琢磨琢磨寡妇 失业的 在家应外活 连这门都不出去 外边的事哪懂啊 当时清末的时候 一沾洋人两个字 那就很了不起了 老太太也知道 县城里边有洋人 谁要能巴结上洋人 就算陡然而复发了财了 听儿子的密说呀 将信将疑 洋人的钱是那么好挣的吗 您觉得洋人跟咱不一样 就是托我跑得快 给他们当邮差 说顺咱们家这跑啊 这县城跑 那县城要把这信 在一定时间内给送去 额外还有给家钱 还多给钱 对了 人家先知道 这么俩月想啊 我呢 先把咱那家给弄下来 好啊 只要你小好就行啊 把老太太糊弄过去了 整鸡整鸭子 猪牛羊肉 全买 找一堂各样的菜 冬天都是大白菜 度计买冻子货 拍黄瓜 冬天老太太哪吃得上拍黄瓜 哎呦 这一拍黄瓜老太太 是比昨天那小米粥好喝呀 老太太天天吃糠县菜呀 这顿给老太太撑得够呛 赵一堂拿着几匹布进来 娘您摸摸 这是我买的布 哦好好好 妈我给你做衣裳 您还做什么 我早就约好了 接往沈的大娘会做 咱不然白做 给人钱 一会给您量量 给我量量 啊 那个灶底下 我已经生上火了 收热水 咱娘俩 洗得干脆净净的 换新衣裳 也快过年了 明儿我还进县城 我再买点泡出去 然后这两天呢 咱们先把这房子 简单的实的实的 明年开车 咱们大概 哎呦老太太 听着这高兴啊 我儿子可出去了 接往沈的大娘来 也给您俩裁衣裳 不是这么讲究的衣料吧 那也是新衣裳啊 赵一堂呢 一百两造完了 鸟窝里的有啊 又拿下一百两的 第二天进城 接着买 沙尸灰料全来了 都在雪地里堆着 吃着吃不了 往缸里边搁 就在院子里雪地上 扔着天然的冰箱 也坏不了啊 这回我们家半年啊 不用买东西 吃 有的是 花钱雇人 打掌打掌 谁家有闲人 闲着没事干 伺候我妈的 我给钱 我雇上老妈子了 雇一个还不行 雇俩老妈子 伺候瞎妈 可是有钱了 那么赵玉堂十八岁 回来以后 骤然之间得六百两 他也不懂得这钱来得容易不容易 就是想着过好日子 那六百两还金灶吗 一个月的光景 六百两 没了 他再想花的时候呢 他就决出别扭来了 最后还剩那么几两个银子 这不够我半天花的 花完了 明儿我怎么办呢 得了 还剩二叔家吧 可转天一想 别去了 我二叔虽然对我不忍 我也不能太不地道 我还让他们家拿钱去 他也怪不容易 我知道 我妈跟我说过我爸爸 我爸爸当初就是保镖的达官 这个保镖这活不好干 刀头上舔血呀 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 那是玩命啊 从刀枪林里边换的血汗银子钱 我不忍心拿我二叔的 他还不认为自己是偷呢 他认为是拿 我呀 我别拿我二叔的了 我拿别人的了 拿谁的 谁有钱的 我爸爸跟我二叔都是保镖的 为什么保镖 就因为有贼 有那个富商啊 压着镖车出去 那里的都是值钱的东西 贼打去明白就要抢 要不要保镖的干嘛 干脆我看哪有保镖的 我结标的 他可没把势 他就是快 你保镖的得有打尖 得有睡觉 他是一点动静没有 您算踏雪乌痕的功夫 你就是睁大俩眼睛 三四个人瞅着这箱子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的手 稍微一眨眉眼 他人可就过去了 赵玉堂的身法太快了 先开始胆财很小 看见有那压镖的人少的 才敢偷人一下 偷人什么呢 皮箱子里边有现成银子手势 偷点 偷完了 换成现钱 好买东西 家里边那红老太太就说是养人给的 我知的越想 人额外给的奖金 加钱 暗含着在外头 可就跟家里不一样了 他这手啊 太长了 在家里边当老太太 还穿布的衣裳 出去可就穿丑果断 慢慢的 还染了嗜好 吃喝玩乐 什么都讲究 他又年轻 大伙一看那有钱 可就有人呐 带他走坏道 赵玉堂时常的 就在秦楼厨馆花间柳巷出没 有的时候回家见娘说个瞎话 晚上就不回家睡了 就睡着窑子 甚至于有几个相熟不错的窑景 跟他长期这么棒 手头一紧了 就偷一笔 手头一紧就偷一笔 好在呢 他知道自己的把势有限 就是这样的身法快 那么他也不偷啊 大宗他银子 冒大气 哎 两三千 王小了 五六百 他也不嫌少 够花一阵就行 就这么偷来偷去 愣没犯案 谁也不知道 这东西怎么丢的 多少人瞪大眼睛看着 看不住 这师标是接二连三 江湖上出这么一个怪贼 能在人不知不觉当中 就把这银子给抢去 把标给结了 还不都结有限 一趟标啊 好比要值三万银子 他最多拿十分之一拿三千 要值了三千银子 他拿三百 他还不多拿 你要这标都丢了 跟本家还没交代 而且保标都赔不起 小小不言的丢个十分之一 十成当中丢一成呢 有的人就自己掏腰包给赔了 为顾全脸面 有的人呢 就即便跟本家说了呢 本家一琢磨 本身给标银也得给这么些呢 十成过了九成也就不追究了 你看 还没人认真查这事 所以赵玉堂大小案做了几十起 没犯过案 也确实没人看见他 但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别人的标都丢 就他二叔赵仲和的标没丢过 一个子没少过 赵仲和可也听说江湖上出怪贼 联想到自己前些日子家里边丢六本养银的这事啊 很怀疑是一个人所为 但不知道是谁 可是自己的标没丢过 他很感觉侥幸 而且他自认为啊 丢标的这些标师 论把识论能的也确实不如自己 他有点飘飘然 还有点洋洋自得 咱大家伙不干 中标行的人一琢磨 怎么就赵老二的标不丢标呢 难道说这个贼跟赵老二有什么关系吗 查他 大家伙联合起来 对赵仲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查 干嘛 查他的关系网 查来查去 可就查到寡妇嫂子刘氏根植的赵玉堂头上 跟人怎么一打听啊 这两家根本就不走动 寡妇嫂子是瞎子 十几年前 赵大爷死的时候 让赵老二顺家轰出来 还在没管过 养活个小孩赵玉堂 十岁让让拍花子给拍走了 根本两家音讯不通 其实已经查到赵玉堂头上滑过去了 问谁接奉邻居亲亲朋友 都这么说 一口同词 没有二话 所以中标行呢 也就没往赵玉堂娘俩身上想 瞎老婆子 有什么可查的 大家伙呀 查赵仲和查不出来 可是那些个富商呢 请标的人不管 谁不失标 我们就找谁呀 你们压我们的标净丢东西 唯独这个山东虎头庄 赵家 有位赵二爷赵仲和 他保镖从来不失手 那么就请他吧 好 赵二爷买卖都阔了 别人的客户都找他来了 不上一年的光景 山东全省 河南半部 差不多的标啊 全是赵二爷的了 中标行呢 也纷纷投靠在赵仲和的意下 借赵二爷这么个万 保一趟标宁愿 拿出一部分钱来给赵二爷 也不让赵二爷亲自去 打着您标局子的旗号 拿着您的标旗插着我们标车上 我们就 给您钱 那真得说是 小垄断 标行业的小垄断 鲁玉半教 差不多 都是赵仲和赵二爷的标了 赵仲和这一年多 可大事了 原先他就很有钱 这一年来的 托他这不知道贼侄子的运 托这孩子的福 陡然而赴 日进陡金 赵仲和啊 谁都不服了 谁的标都丢 怎么就我的标不丢呢 逢人就吹 与人就讲 确实他的标没丢过 大伙还真信服他 大伙后来也就不怀疑赵仲和了 真认为赵仲和是有能耐 可是慢慢的这标都插赵仲和的标题 赵一堂又不干了 赵一堂一看来怎么一年的光景 全成我二叔的了 我还偷谁去 干这人一花惯了啊 再不让他花的不成 他管不住手 再过那个清贫的日子可就受不了了 赵一堂思前想透 不成 我不能让我二叔再保镖了 我二叔要再保镖 这不把我的财路都断了吗 我拿什么养活娘 我拿什么吃喝玩儿的要逛窑子呀 他这么一想啊 我找他一趟一走 这天赵仲和在家呀 正吃饭呢 宾客营门 大家伙捧着他聊 高棚满座 摆了好几桌 突然间哪 从外部进了一小伙子 油头粉面春秋果断 大家伙眼前一亮 小伙子真精神 这小伙子一边走一边叫 二叔 二叔 赵仲和一看 这是谁呀 等走近了才看清楚 赵一堂 赵仲和一琢磨一年前 来过一趟 要着饭呢 让我给一顿卷霸跑了 怎么这样了呢 发了财了 你看那赵仲和这人也是 天生的贤贫爱妇 他侄子穿的不济 他就一顿卷 这一穿的阔呀 当着这么些人 他脸上仿佛又有多的光彩似的 他本来想张嘴骂街 可是一看那赵一堂的气质 他这话又咽回去了 唐儿啊 哈哈哈哈 诸位 这是我侄子赵玉堂 我哥哥赵伯和的儿子 大家伙都站起来 呦 年少的英雄 年少的英雄 哎呀 赵伯爷 赵老英雄 您看看 将文出胡子 这侄子多精神 多漂亮 也在您的标划 哎 他不在 他什么也不会 赵伯和新了华 一年前还要饭呢 这不知道这是怎么发了财了 唐儿 你 上哪发了财了 他没想到啊 赵一堂没接着这句话诈 二叔 一年前我找您 您说咱们断了这门亲亲 直到您死了不让我来 啊 我今儿又来了 我是非得有个事啊 我想问问您 赵伯和不知道要说什么 看了看旁边这么些人 你要问什么呀 当问则问 不当问可别胡说 我就问问您 咱们山东斧头庄赵家 插布铃都亮过武 不假 到我爸爸跟您这儿 算练得不错的 那是自然啊 那么咱们姓赵的老总统 传些这么多 这么好 这么绝的武艺 是为了什么呢 干什么用呢 哈哈哈哈 嗯 康二啊 哦 你要问咱们 照着祖宗传些这么些个把 是干什么用啊 看见了吗 这一屋子人 都是冲着二叔 我这把是来的 为什么别人的标都丢 就二叔我的标不丢吗 就因为我的武术高 我的把是强 祖宗传下来的玩意儿 我晓得地道 咱们赵家的祖宗把这点拳脚传下来 就是干这个用的 能让后世子孙 指着他吃 嗯 我看不然啊 啊 唐儿 那么你说呢 叫我说呀 咱们赵家的祖宗传些这么多 这么好 这么绝的武艺把式 无外乎 是让咱们姓赵的子孙 不受外人的欺负 大了说 保家卫国 小了说 强筋撞骨 咱也不欺负人 不落一个挨欺负也就是了 要是拿着这 能那道江湖上 行侠仗义 杀父济贫 也能落个侠义二字 利英雄 称好汉 不知道 二叔我说的对不对 唐儿 你说的不错 可是二叔您呢 您怎么拿着咱们姓赵的武艺 给别人当了看家的狗子 啊 当着这么些人 赵宇棠张嘴一骂赵仲和 赵仲和可不干了 赵仲和猛然间逞一下 挺标确站起来了 赵宇棠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赵仲和啊 你拿着咱们赵氏祖宗传下来的武艺 给别人当看家狗 别人的标都丢 你的标不丢 你搅着你还怪不错的 我有两句话奉劝赵二爷 我的二叔 这标啊 您最好还就别保了 再要保下去 可就不见得不丢了 啊 这两句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赵仲和也不傻呀 思前情想现在 他头一回要饭 当夜晚我丢了两大包 银子六百两 一年的光景 穿抽果断 难道说是这个畜生 所谓一身手 赵仲和把桌子可就揍了 一回事 把他身后这椅子可就抄起来了 小畜生难道是你所为我 岂能轻饶 这句话说完了猛然间 一抬头再看赵仲的踪迹 不见